字幕君 看起來三位社會書都已經到了 我先自我介紹 我是李總的特助 我有做正群義 也是一天比賽的主持人 我相信 人家都賣完 待會兒先進準備一下 就要進去李總 不過進去之前 我有幾項事要幫你拿去看看 就是李總的時間很寶貴 所以待會兒先問一問 會記 要快很準 直接切入重點 不過你如果聽到以上這兩字 如果有所謂的問題 待會兒出來問我 這樣有了解嗎 請問一下 尤其是你 一定要特別注意以上 好啦 進去 鳳姐你 進來 鳳姐你 三位社會書我去找 各位 請好 一開始 我先代表春水 歡迎你大家 謝謝 因為我們這間公司 什麼樣的福利都有 有你們個人的專屬座位 也有工作平台 可以讓你們來公司使用 當然啦 我知道創意這種東西 是很注意的啦 所以 如果你們在家裡做工作 我也不會反對 總共一句 只要可以按時交交 改來的時候就來 公司 什麼都很好說 不用太高興喔 我會讓你們這些條件 都是為了你們的作品 為了你們 可以替我們春水 設計出好的產品 在市場 受到大家的中心 但是老實說 你們三位人的得獎作品 雖然是在這麼多人裡面 脫穎而出位 但是如果真的 要變成我們春水的產品 還差很遠 雖然我在比賽的時候 說到你們的油鍋 但是 那都是客套化 我也說得很勉強 其實連現在 就已經在這裡 我也不用再嫁了 所以我現在要開始說的是 你們三個人 個人的快點 第一名 謝如真 我知道你的抓作工夫不錯 我看得出來 你是科班出身 技巧純熟 不過 一點的創意都沒有 我麻煩你 去多看一些國際的時裝秀 看人家什麼給作創意 有聽到嗎 是 你的名 你們呢 司少奇 我知道你有但無法創意 會利用抓作來修飾線條 不過重點是 你的藝術衣服 就只適合一般老闆的心情 雖然你的衣服 可以讓醜小鴨穿起來變作天鵝 普通人穿起來變作公主 不過 比較少我如果是公主 我今天就不願意穿了 而且 我們公司設計的產品 尖對的客群 是走高價路線的 這樣我幫你請教一下 你的技術衣服 不是會不會給貴 是 我又考慮客群的部分 還有第三名 愛情的林美金小姐 看你的設計的東西 我就知道你是一個 極度庸俗的人 還知道用亮黃色 真厲害 爽 還有爛 基本就是一條煙黃瓜 你的技術衣服 就適合那種明明無材條 又哭 又想要去貴婦團 還有上流社會的人穿的 對 林美金女士 我認為 你就是那種人 你 聽你 你現在中邪 這是我目前 看到你們三人的確定 我希望你們回去之後 可以好好關心 後天 可以更進步 發生如果又犯同樣的錯誤 不好意思 我賣話頭前 是跟我說的話 絕對比現在 又更難聽了 十倍 以上 等一下 我說以上是說給第一名 還有第二名聽的 要一下 老了 還是聽不然我說話 好 謝謝主持 跟司少奇 先出去待 你總之的人 青春跟比賽那種 沒什麼感 什麼沒什麼感 根本是兩個人 有一種人格分裂的感覺 本來想說 假設春歲還不錯 但是第一天報道 就下馬尾 現在想起來 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 現在說這些都太慢了 我們報名的時候 不是都有籤同意合作設計師 現在也不能說落跑就落跑 對於我們是沒什麼 我現在比較歡樂 是裡面的零美金 對 剛才我們三個人 在裡面面對他 我就覺得很恐怖 現在他又要一個人面對 那種 那一定很大 那一盤 一盤 海滴答滴 追著我前進